好 觀眾朋友這一節我們持續來關心中東情勢 伊朗總統萊西墜機身亡 那來自於當地的官媒報導指出說 主要是因為這個飛機的技術故障的原因 所以看起來是因為本身飛機的問題 不過我們來看到針對這起意外 美國跟以色列都已經正式的否認說 他們有涉案在的當中 但是民間還是有陰謀論 認為說還是可能是美國跟以色列暗殺的 我們帶你回顧幾起 曾經發生在伊朗境內的暗殺事件 畫面上我們看到這兩起 第一起 2020年伊朗的濃縮幼之父 曾經遭到暗殺 另外還有聖辰軍的最高指揮官 都被以色列和美軍先後給暗殺 當時伊朗在調查後揚言要報復 但是這一次我們可以看到 伊朗的態度很乾脆的否認說 美國跟以色列有涉案在這當中 為什麼這一次官媒會快速的排除 美國跟以色列是當中有什麼特別的原因嗎 Ross 怎麼看 不要認為中東每次人家死亡都是以色列或美國在背後 這個太誇張了 所以真的是來不及責怪美國 但是美國或以色列真的是 完全沒有動機暗殺伊朗的中共 畢竟他不是最重要的人物 最重要的人物是最高領袖 阿米尼 對 他是在他們的政治體制是最重要 不是總統說的就算了 好 我們來關心剛剛Ross特別提到最高領袖 他擁有絕對的權利 為什麼這樣說 因為這個接下來萊西他最機身亡 可能牽扯到的是整體在伊朗內部的一個派系鬥爭 可能會發生嗎 我們來看到目前總統職位暫時在萊西身亡之後 由第一的副總統 這一位叫做穆赫貝爾來做代理 而且接下來在50天之內就要來舉行大選 我們雖然說這個是大選 但是剛剛特別提到了 最重要的這些選舉結果 最後還是由最高領袖來做決定的 好 目前伊朗他的最高領袖 哈米尼他已經高齡85歲了 原本說如果哈米尼離世外界看好 和哈米尼原本關係良好的萊西 可能會來接手 但是現在萊西發生意外了 可能接下來會有哈米尼的兒子 這一位是穆吉塔巴哈米尼來接手 我們也來給觀眾朋友了解一下 伊朗他目前是一個政教二元的國家 換句話說也就是最高領袖領導宗教 總統的部分則是領導在政治這一塊 軍事上面同樣分成兩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最高領袖領導伊斯蘭革命衛隊 總統第二個部分他領導的是在政府軍上面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劃分已經非常的明確了 請教委員如何看 接下來這個萊西聲王對於內部來說 政教關係會不會出現一些內部的鬥爭 伊朗這個政教二元體制是在他們的第一代的革命領導的 和美尼時代所確立下來的 就是最高這個領袖是由教士團體所選舉出來的 然後總統是由民選選舉出來的 所以他具有兩種這種很特殊的體制 多年來運作的都蠻順遂的 舉個例子哈美尼在出任最高領袖之前 他就是總統 也就是總統幹完了要去當最高領袖 那最高領袖當然要具有教士的資格啦 不過通常很多的極選總統本身就具有教士的資格 這個教士的資格不是要出家 就是有一種伊斯蘭教很特殊的教士的資格 那對於這個萊西他是溫和派的 他的確是在伊朗的政治裡面 算是走中間路線 所以在選舉的時候 他兩邊弄一點選票 中間選票再拿一點 他就在好多人競選 他是很多人競選脫穎而出的 不是一對一的 不是美國讓一對一的 我台灣弄一對一的 我記得是三四個人選 所以他以中間選票來當選的 不過當然有人說因為他溫和派 那哈密尼自己也是溫和派 會相對比較喜歡溫和派 那這個都傳說也無法去驗證的事情 那他現在走了 現在馬上50天要選新總統 我們不曉得這新總統 到底是比較保守派還是比較進步派 那在伊朗有個很有趣 純粹保守派的好像也很難當選 純粹進步派的好像也很難當選 因為進步派會比較親歐洲 然後比較保守派的會比較 某種程度比較回復傳統 然後這個中間派的 就是兩邊皆可 就是態度就是比較 所以你現在這種情形底下 如果新選出來還是溫和派的 那大概就沒有什麼問題 因為最高領袖 其實哈密尼很久就沒有管事 因為包括上一段時間 都是總統在管事 因為畢竟年紀大了 上班時間也少了 所以都總統實際管事 他們是真的總統實際管事 除非有重大的決策 比如重大的人事 或者重大 他最高領袖就討論管 那平常是不太管事的 那總統事實際上掌握有實權 那如果未來的這些 是保守派的 那就可能會 會跟進步派的有很多的漢格 那如果是進步派的 又跟保守派又處不來 所以大家研判說 不曉得下一任出來的 會不會是 仍然是所謂的中間派的 那如果中間派的 哈密尼就不用太介意 政治誰管 因為其實大部分的事情 都政治在管 然後哈密尼年紀大了 他要傳給誰 就是指定一個人 那個教室團體 就投票出來就是最高領袖 這個反而問題比較不大 那第一副總統 不是一個未來總統的接班人 對 他只是暫時而已 對 只不是未來總統的接班人 那因為本來他就是一個 文官能幹的官員 他並沒有這種 政治上的一種 一種特別的影響力 所以我是覺得 伊朗總統這也是最激 對伊朗內部外部 不會產生重大的影響 那內部有實權的總統 他現在殞落了 會不會內部有一些分歧出現 不是 我們當然會猜說 他平常跟那些保守派的進步派 老師會有意見不合 但是沒有嚴重到 我至少認為 他沒有像拜登跟川普兩個人 罵成這一團 沒有 那就差太多了 差距沒那麼大 我覺得拜登跟川普兩個人 差距那才真大 好 現在這起意外我們繼續來看 以色列已經說明白了 就是不是我們做的 但是回顧過去 以色列的情報機構 這個情報機構叫做 摩薩德 時常暗殺伊斯蘭領袖的勢力 來做報復 來提幾個案例 1972年 以色列的奧運代表團 就曾遭遇到 巴勒斯坦解放組織恐攻 之後呢 以色列政府是立刻受益 摩薩德來做報復 暗殺了多名的 他的高層的多名成員 近期以他衝突之後 也可以看到以色列特工 直接潛入醫院 去擊斃了哈馬斯的高層 等等的案例 特別請教大使如何看 以色列特工 他所擁有掌握的能力 到底有多巨大 那您又如何看這次事件 這個最近事件過後 以色列暗殺敵人的手法 跟過去有沒有什麼樣的不同 好 第一個問題 這個以色列特工 他們的專業的技術 他們受過長期的訓練 而且嚴格的訓練 以色列對這種所謂的這種 這種特勤的工作來做情報工作 做得非常到位 我舉個很小的例子 過去我在這個紐約出差 我在外交部工作的時候 支援聯合國 那個我們的入聯的遊說案 那時候我就負責中東地區 我曾經請了同事送一本書 給以色列駐聯合國的代表 一個禮貌 給其他吃個飯 當然我那個同事就帶了一個 故宮博物院的畫冊 因為那個以色列代表說 我去過你們台北孤翁博物院 我印象深刻 我跟我太太都很喜歡 那個孤翁博物院的陳列 因為回去剛好找一本這個 畫冊的一個銀本 我請同事彩色銀本給送給他 這本很簡單的小禮物 只是一本畫冊而已 我們同事去了 待了兩個小時才回來 我說怎麼那麼久 他繼續來嚴格檢查 人身檢查 就是他那個以色列駐聯合國 代表的書 整個全部檢查 他們對這個工作非常到位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我覺得這一次 把以色列跟伊朗總統 他的意外死亡 跟以色列的過去的暗殺的 那種前科有關 我覺得這次前途太長了 過去慕尼黑世界或9月 那情況不一樣 第一個是有在慕尼黑奧運會 他們以色列的選手 被巴爾斯蘭給全部殺死 知哀必報 以色列一定給你把它 以牙還養 可是這一次我想回頭講 這個總共中東的歧視 各位不曉得 中東大部分都是阿拉伯的國家 大部分阿拉伯集團 沙奧地 阿曼等等 可是有兩個孤獨的獨行姑娘 一個就是伊朗 一個就是以色列 這兩個國家什麼也不屬於 但是呢 可是以色列跟伊朗 各位別忘了 他們過去的關係成立很密切的 很密切 舉個例子講 1948年 1948年 以色列獨立建國 兩年之後 伊朗就承認以色列 僅次於土耳其 是整個中東阿拉伯世界裡面 伊朗 最先承認以色列 所以後來到了50年代開始 我們台灣都知道 當年那個伊朗的國王巴勒 巴勒維 巴勒維還是我們蔣介石的貴賓 台灣訪問過 巴勒維是親西方的 所以巴勒維時期呢 伊朗跟以色列關係 更非常融洽 而且伊朗是以色列 外部的石油來源的 主要供應國之一 那伊朗也靠以色列的 一些軍事的情報 或者訓練 科技方面的援助 所以這兩個關係非常密切 當後來 我們剛剛提到1979年 科美尼這個事件之後呢 然後伊朗跟那個 以色列關係 就開始惡化了 總而言之這幾十年來 伊朗跟以色列關係 不是那麼的壞 也不是那麼的好 最近的一個 大家意想中所謂 就是說在伊朗呢 在今年4月間呢 向以色列發射了一個 超過300架的殺手 無人機還有各式的導彈 可是後來之間 就塵埃落定了 也沒有任何的發言 有人還在傳說 是不是以色列故意叫伊朗 來演一齣戲啊 把美國給扯進來 你是不是這麼一種 路邊的傳說 陰謀論 陰謀論 可是後來也沒有了 所以今天呢這個事情看起來 以色列犯不著 在這個時候 還去暗殺這個 所以剛剛都提到 這個伊朗並不是有實權的一個總統 而且你話要講 今天以色列 你的對手是這個 是哈馬斯啊 這個伊朗不是你主要對手 你再一轉一轉 全世界對以色列的 那堂雅虎已經開始感冒 我今天看了新聞 國際刑事法院 把那堂雅虎列為 開始被告了 被國際的刑犯了 那這種事情 伊朗雅虎會辦不少 在這個結尾 再去樹立一個新的敵人 在引起世界的 嚴重的關切 對他也並不利 所以我覺得這個事情 完全是個八卦的傳說 我個人 我呼應大家看法 是以色列 應該這個伊朗總統 不是以色列 而且以色列 他敢做敢當 他做他第一次 他一說我幹的 我做的 以色列他先說 不是我幹的 我們也相信他 還是一個言而有信的 他雖然是很強勢 可是他還有他的原則 應該不差 我要複重一點 雖然目前 以色列的敵人是哈馬斯 但是 我們要記得一件事情 以色列對伊朗 有一個很明顯的一個紅線 那就是 伊朗不能擁有 核子武器 對 這真的是 以色列的紅線 所以他們會採取 各式各樣的做法 防止伊朗有核子武器 是 包含暗殺 最近伊朗並沒有什麼 重大罪 對 喜歡上以色的把他打得總統一樣 在觀察名單 是 謝謝大使的補充 好 我們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